大家好,歡迎收看這次的當然忘記開箱,我是Jacky 這次我們來介紹暗黑雪原 那這是一個比較 高貴的系列,因為他們家的 預定家都不便宜 就是好像8000多塊 當然他也是以非常細緻的暗黑風格的 細緻程度跟雕刻程度 來做呈現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次是他出的第三支系列 那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三支系列的這隻角色,那之前呢 其實他出了兩支系列都頗受好評,所以 第三支系列呢 也就 相對的在 陸續的 應該是說 應該怎麼樣 陸續的公開下 就順利發售了,可是 我覺得第三支 出了之後他好像有點緩了 因為到現在還沒有看到第四支的預購或是第四支的 圖喔 那可能第三支賣的並沒有像之前前兩支來的好 這是我個人猜測的原因啦 好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張的 說明書 主說明書呢大概講一下頭呢,是磁鐵啊 你把它拔開裡面有開關可以打開眼睛會發亮 那底座呢跟之前一樣用遙控式的 控制去調整 底座燈光的感應跟 亮暗,這是還蠻方便的喔 希望鋼鐵人可以改的 用遙控去控制全身的燈光亮暗多好啊 就不用在那邊拆拆裝裝 好那後面是武器 那他總共附了 四種武器,因為兩把刀啦,然後兩個 就是有點像 像叉子的東西 那再來呢這邊講了他後面的磁鐵稀釋的 好這次的底座成功的把 這個磁鐵做,之前小丑也有附這樣子,可是很好笑的是小丑裡面竟然 忘了把磁石放上去,所以他吸不上去,這還蠻搞笑的 那在這一版呢上面沒有問題,但是 我也遇到了一個出廠的小瑕疵 就等一下再解釋給大家看喔 那外盒基本上跟之前的前兩代都是一樣的,應該說前兩隻都是一樣的,不能說前兩代 所以外盒就不用刻意去介紹,那同樣我附了一本 很厚的 算是漫畫或是 介紹吧,介紹這隻角色,所以每次呢 都有獨立的一個 介紹這隻角色的 漫畫,那接下來我們來看配件 好,配件呢首先我們先看兩把大把的 這邊有兩把大把的 配件喔,那你可以看到後面呢 稍微對焦一下 好,你可以看到 後面這邊呢其實他就有一些 不一樣的裝飾,那這次呢我覺得這隻有點那種 索隆的風格,就是魔界裡面的 那個魔王,那他的所有東西都有點像 鑄鐵,然後 那種 索隆的手下去幫他做的,因為他沒辦法做得非常細緻 的弓,可是你可以看到上面就是會有 滿滿的紋路 好,你可以看到這個就是他的 配件,然後前面這邊呢一把是鐮刀 好,所以蓮包上面有 密密麻辣的紋路,你還可以看到小小的 骷顱頭,小小的骷顱頭 那這是他的特色,就是 他從第一隻開始身上都會有一些 小小骷顱頭,當然這一隻也不例外 然後另外一把 也像是鐮刀喔,那後面後端是一樣的,前端就是 帶一點點藍色的 光澤的 武器 好,那除了這兩把像鐮刀的武器之外,再來就是 兩把金屬的劍 那這兩把的劍就是一樣的,這就 算有點偷懶了,並沒有 做 不一樣的設計,那這兩把是金屬的 所以兩把拿起來是 比較分量的,那剛才鐮刀拿起來是 塑膠的 好,那這是一體成型的,你可以看得出來喔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呢,鏈條當然是金屬,鏈條 刻意去塑膠的成本反而比較高,因為新屬有現場 現成的零件可以買 好,那 這個你就可以看到他就有點像是 雪滴子吧 好,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這個 好,反正這是另外一個 武器,然後他有一個 像是地圖吧 所以我才說要像魔戒喔,就告訴你說 寶藏藏在哪裡,然後這邊呢,是一個卷軸,然後上面呢,一樣有兩個 小小的骷顱頭 好,那這,你當然可以把它捲起來,不過這個 質感不是很好,所以這一張是我覺得 整系列或是所有裡面做的最不好的 一張紙,就是太過隨便 好,那這是背面,他就是一張 印刷的紙 好,那再來就是手勢,那有三個手勢 好,那左手 應該是說右手多一個啦 就是拿武器的,那其他兩個都是可以拿武器,這是中空的,然後 身體上還有插了一個,就是半開的一個手勢,所以這是 他手勢,手勢上到的負關節球方便你去拆裝,這是 還蠻 人性化的部分,如果你買過 很昂貴的B13,你就知道他沒有負關節球,拆完之後你會變成小叮噹的手,就裝不回去了 所以這個 很貼心的替你祥 就是上面的有負關節球 再來就是他的面罩 那這是面罩呢,可以戴在他的,不管是 他不知道算龍頭還是算馬頭,他這隻腳色應該是龍啦 好,所以可以戴在他上面,有點像 聖鬥士 好的一個龍頭的面罩 然後有附一個喜愛的骷顱頭 那這骷顱頭呢,其實還原度跟雕刻都不錯 然後質感成 青綠色 好,那這是他所有配件喔,再來底座呢 不免俗套的就是一大堆的骷顱頭 那我覺得底座算是 表面上還做得不錯啦 塗裝上 普通 然後轉到背面來呢 好,就是比較差的地方 這邊的 模具感覺就是現成料去 套用的啦,所以就是 還 蠻粗糙的 從第一版就已經是這樣子了,這是我個人覺得 比較可惜的地方,然後 電池 好,我把它裝上去囉 這邊開關打開,然後你可以 搭配 搭配 就是很粗糙的一個 電池結構,連密合度啊跟安裝 都不是 很順,你可以看到 我竟然把它拿下來之後就 就卡不回去了 OK 好,這邊有感應 你要先按 按 那我已經忘了 他到底要感應哪裡 才 才有效果,還是我放很久電池沒電 好,反正 這跟之前一樣就不用刻意介紹 這邊有一個開關,然後有一個加亮跟加暗 跟減暗 所以他有亮度的 程度是可以調整的 然後再來講 我收到 就是 瑕疵的地方 那這個呢,你可以看到上面 有沒有 被我拆過跟黏過,為什麼呢?因為 他磁鐵正負極裝反了 所以呢,我把角色放上去的時候,他又硬把他推出去,讓他飛出去 所以我只能把這邊剪掉,然後把磁鐵翻面再裝回去 所以品管還有在加強,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主體 主體呢,隔世承襲一貫以來的 華麗細緻風格 那 頭盔呢,你可以看到這就呈現出 骨頭的感覺喔 所以這邊呢,就是 他是骨頭色的 那其他就都是盔甲的風格,那頭盔呢,你可以 不能說頭盔,他頭呢 磁鐵式沒辦法拔起來,底下這邊有個 開關 按了之後呢,眼睛就會亮,那這次 眼睛呢,其實算是 比之前來的 亮一點點,然後他是藍色的燈,你可以看到這個 那我再按一下把它關掉 然後再來他的嘴巴 吸回去 嘴巴是可以做 做開合的 有一點點的 開合角度 然後他可以戴上他的 面罩 所以他就有點是 龍骨的感覺,那我個人覺得 其實暗黑的這種感覺,聽到咖一聲就表示他裝上去,不是聽到咖一聲就表示斷掉了 好,我個人覺得他的 感覺呢,其實是還蠻帥的 但是 頭罩呢,我覺得不要戴比較帥 好,這是我個人覺得啦 那不過戴上去呢,就是 很有那種 聖鬥士小裸裸的風格 好,如果看過聖鬥士的話 就大概知道我在講什麼 小裸裸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就是 同一色系的盔甲 好,那這個 頭盔戴上去之後發現 我拆不下來 那我稍微把它 拆下來一下,畢竟他不裝頭盔 比較帥 好,那再來 這兩側呢,這個是軟的,比較不用擔心他 壓壞,頭部呢 基本上活動範圍不大啦 但是 微動跟轉動是沒有什麼 問題,但低頭跟 抬頭 角度比較小一點,低頭角度比較小,抬頭還有一點點 角度,好,這是 頭部的可動 那再來就是肩部,肩部比較特別,我覺得他這個素體應該是 特別去 改裝設計過,所以肩膀比較外擴,這個手 凸得比較出來,礙於他 因為盔甲這兩個凸出來 所以他如果一般的素體的 所謂我們把它叫窄尖素體,或是一般素體應該沒有辦法 裝他的盔甲,所以他追甲應該有獨立的在裝 開關,然後這邊有比較大的 可動,那相對的你不太可能去換他的 素體啦,因為他所有盔甲都是 黏死在裡面的 好,這是 素體,然後你可以看到上面的 紋路 而且他 上面比較特別的紋路就是你可以看到他 特別設計左右不對稱,這是我覺得他在設計上就是很美 美式風格 好,然後 有注重到就是左右不對稱的 風格的感覺喔,然後 肩甲的 就左右對稱的,這兩塊就沒有左右 不對稱,那手甲呢 也是左右不對稱的,這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轉到背面 現在看背面 背面呢,則是有他的龍骨 然後這邊呢 也是有呈現一點點 左右不對稱,那其實他畫的是左右對稱,只是 手工畢竟要畫兩個左右不對稱,幾乎是不可能的喔,所以這邊呢,是嚴格來說 這邊是左右 對稱的,然後這邊是左右對稱 然後後面這邊呢,手肘 也是左右對稱 好,那轉回來正面 那 我們只要往下看一下 那 手的部分呢 手腕的盔甲,這邊就有做左右不對稱 你就可以看到這邊是不同的 紋路跟不同的 裝飾,那這個地方呢就 比較 來的 細緻喔 你可以看到這邊的 圖案 跟這邊的圖案 是不一樣的 好 然後這邊有一個 類似像惡魔的頭 那手部的可動 基本上因為盔甲都塞滿了,所以可動 就普通了 就算他樹底是雙光節,他也只能做 單光節不到90度的 轉動 好,那腰部呢 勉強 可以前後 跟左右轉 好 角度 普通啦,不算大也不算小 好,然後跨 跨下來就是有一些裝飾,所以我們再往下看 這邊就可以看到有蠻多的 就是 像掛風鈴的 一些裝飾,然後兩側 的臀甲也有裝飾,然後背面 有一個骨頭,然後有一個像脊椎的感覺,或是像雨的感覺的一個裝飾 好,然後內側呢,還有他的 盔甲,所以 你把這翻起來,內側也沒有偷懶,你可以看到內側也有 非常漂亮的 紋路跟裝飾,那整支我都覺得 非常的索隆的風格 好,就是 不是那個 不是海賊王的索隆,是魔戒裡面的那個魔王 好,然後再來往下半身看,就可以看到盔甲 就覺得盔甲的 質感雖然沒有到非常銀漆的感覺,可是 呈現就是中古時代那種 盔甲有點 銀生鏽,然後帶點黑色的感覺 所以質感算是還不錯,那 靴子呢也是有 中古世紀的那種 靴子的質感,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腳底 腳底就是 還是有紋路,並沒有偷懶 好,這個就是整支的 特寫,那最後呢,讓大家看一下全身的轉轉熱 最後呢,我們來看一下全身的轉轉熱 那擺起來整支其實還是蠻有暗黑風格,而且 很帥氣就是像 我剛才說像那個魔戒裡面大魔王的 感覺 那整支呢,我覺得如果跟前兩支比啦 當然 略嫌的 就是 可能是前兩支已經看習慣了,就覺得這支沒有那麼大的 驚喜 那當然他還是維持一定的 水準跟細緻度喔,那如果沒有買過前兩支的 那這支是蠻值得收的,那如果你已經買了前兩支 沒有收第三支,好像也怪怪的 好,那反正說來說去呢 都還蠻推薦大家買這個 暗黑系列,他畢竟是 目前人偶比較少數有這種特別的 風格啦 那我們 特寫讓大家看一下 他的盔甲 那這是 這一個 系列裡面 算是比較 特別的一個地方喔 好,所以如果你喜歡暗黑風格,我覺得他是不容錯過的一支角色,他在這裡當然也推薦給大家,如果你的 有預算的話,因為畢竟他其實算是 人偶裡面算是比較 高貴一點點的,雖然還沒有 BK13 來的貴 但是 其實誠意上你可以感覺出來他在 製作商品的誠意上是還蠻足夠的 那同樣的就是我的頻道呢 需要大家的幫助喔,所以如果大家有空的話可以幫我上了 上一些字幕,那在這裡由衷的感謝大家 那以下大家持續關注大人玩具開箱的新品介紹 同樣呢有需要運電商品,或是需要配合掌商,都可以與我聯絡喔,那希望大家可以持續關注大人玩具開箱 的最新開箱,也可以追蹤我的FB上面大人玩具開箱的粉絲團 你可以得到最新玩具預購的消息跟 一些玩具的資訊 那謝謝大家收看這次暗黑血緣的 第三隻 應該算是龍吧 的角色之 大人玩具開箱 現在講到超級水平好了 小猪,我的天啊 小猪,你的手 對,我會開箱的 小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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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